新纪录!人类发射的航海者一号正一步步远离太阳系的家门口,突破我们习惯想象的宇宙边界 很快从地球发出的任何一个无线电信号,都要整整24小时才能抵达它 相当于给它打一通超远距离电话,要走完一天一夜的路程 航海者一号即将跨越的不只是多出一点点的公里数 而是太空探索史上最意义非凡的一个距离里程碑 让我们真正看到,人类制造的机器可以在漫长岁月里一路飞到多么不可思议的远方 到了2026年底,这艘航天器离地球会远到什么程度呢? 远到连以光速传播的无线电信号,从地面天线发出去之后 都要整整跑上一天一夜才能勉强追上它,让它听见我们在呼叫 这个距离的比例尺,一方面让我们直观感受到星际空间有多么空旷、辽阔 另一方面也提醒人们,从1977年发射至今 这项任务居然能坚持运转近半个世纪 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长期耐力奇迹 在接下来这段视频里,我们会一步一步聊清楚 这个光要飞一天的里程碑到底意味着什么? 背后牵涉到哪些科学原理以及未来几年? 围绕航海者一号和星际探索? 人类还打算往哪条路上继续走? 那就从头说起一点点展开这些问题,咱们慢慢讲清楚 航海者一号即将抵达光飞一天 这么远的位置,从传统意义上来说 它不是突然发现了什么新星球 而更像是一项非常特殊的位置成就 证明,只要有合适的动力,足够长的时间 再加上几十年不断线的任务支持 人类造出的机器可以被送到宇宙中 如此遥远的坐标 在将近50年从未停下的飞行之后 这台探测器很大概率会成为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离地球远到这个地步的航天器 远到连光本身都得花上24小时 才能从地球飞到它所在的那条轨道位置 按照目前地面深空基站的最新跟踪数据测算 从我们发出电波到航海者一号听见为止 中间已经要消耗超过23.5小时 这个时间还在一步步向整整24小时逼近 而且只要探测器继续沿着现在这条远离太阳 逃出太阳系的路线往外飞 这个传输时间就会一点一点往上抬 每过一段时间信号迟到的晚点都会更长 早在2012年航海者一号就已经跨过了所谓的日球层顶 也就是太阳风和磁场影响逐渐减弱的那道边界线 从那以后 它就正式钻进了恒星之间稀薄的星际介质里 穿行在几乎空无一物 只有西疏等离子体的深空环境中 如果仪器按现在的速度继续推算 到2026年它达到光程仪昼夜这个里程碑时 离地球的直线距离大概会在260亿公里左右 这个数字远远超过普通人日常能想象的任何路程 为了精确算出这个距离 NASA借助的是深空网络 用多普勒平移和精确计时来反推出探测器的位置 可是随着航海者一号越来越远 信号越来越弱 这种测量就好像在听一台超远处的收音机 电台调台难度是节节攀升 即便如此 在硬件早已超出设计寿命 供电能力年年缩水的情况下 这台老探测器依然还能咬牙发挥少量 但关键的数据 让地球和它之间保持着一根细细的数据线 光走一天这个说法听起来有点抽象 好像只是个科学名词 但它背后其实代表着我们看待太空任务的方式 正在改变 从近邻的行星探索 慢慢过渡到真正的星际尺度 过去在太阳系内部做任务时 我们习惯用多少万公里 多少个天文单位 或者信号延迟几小时来描述距离 这些单位大多数人多少还能有点概念 可是一旦航海者号飞到光耀跑一天这么远 它所在的尺度就开始接近天文学家 平时用来衡量恒星之间 甚至星际空间的那一套单位 远远超出普通行星探测的范畴 当然跟动辄好几光年的恒星距离比起来 一个光日显得微不足道 但对天文学家来说 光日已经差不多到了用来描述宇宙中两个东西隔得很开的下限起点 单单这件事就足以说明 航海者任务已经把人类的活动边界推到了多么遥远的位置 我们的科技手臂真正伸进了星际空间的门口 从现在起 航海者号的旅程基本上只剩下一个方向 继续往前飞 远离太阳 越过一个又一个看不见的距离刻度 在它前面的轨道上 不再有像木星土星那样的大行星等着它掠过 只有极其漫长极其单调的星际空间 它会在那里一点点滑行 好像一只在海面上独自漂流的小船 航天器本身的飞行速度并不会再有明显变化 照这个速度推算 它还要飞上好几个世纪 才可能摸到奥尔特云的内部区域 但仅仅是抵达光日这一关 就足以说明这项任务有多长久 多有耐心 从一个角度看 这一步更多是一种象征 象征着人类足迹身相星际 从另一个角度看 它又实实在在带来了科学收益 两者交织在一起 让这个里程碑显得格外特别 到现在为止 航海者一号仍然是唯一一台 身处星际空间 而且还活跃工作的探测器 它能在现场直接测量 星际介质的各种参数 这是别的任何航天器都做不到的 所以说这个看起来冷冰冰的距离 远远不只是图表上的一个数字 更是它所处环境独一无二的证明 也正因为它在这么特别的位置上 它发回来的每一组数据 基本都没有替代品 在科学上都是独一份的样本 举个例子 航海者一号上那套 等离子体波探测系统一直在工作 持续监测它周围 星际等离子体有多稠密 在怎样波动 如何随时间发生变化 这些看似枯燥的数字 能帮助科学家弄清楚 太阳的影响力到底是怎样 随着距离一段段变弱的 以及太阳周围这个日球层气泡 是如何同外面的银河环境 发生交界和互动的 自从穿过太阳系 像气泡一样的日球层 到真正踏进星际空间 航海者号一路测量 并把数据带回来 帮助科学家修改和完善各种模型 搞清楚这道边界的真实形状 带电粒子在那里的运动方式 以及究竟是什么力量 在维持太阳系这层隐形防护罩 不光是等离子体的数据 航海者一号上的磁力计 目前仍然能工作 持续记录星际空间中 磁场有多强指向哪里 相当于在银河里 举着一只小罗盘 做长期观测 这些磁场读数 会被输入到 星系磁结构的各种理论模型中 让研究人员更好地估算 星际磁场如何 在大尺度上弯折 引导那些高速飞行的宇宙射线 哪怕这些数值 只出现了一点点细微的变化 背后也可能隐藏着 关于整个星系运转方式的新线索 让科学家从中看出大尺度结构的细节 与此同时 航海者号上的宇宙射线探测子系统 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它像一个老练的技术器 默默记录着高能粒子穿梭而过的痕迹 所谓宇宙射线 就是从超新星爆发等 剧烈天体事件中产生出来的 高能粒子羽 与它们不断打到太阳系里来 而它们的强弱 还会随着太阳活动的起伏而发生变化 现在航海者号早就飞出了 太阳影响最强的那一带 相当于站在日球层屏蔽罩外面 这样 它测到的宇宙射线数据 就可以作为几乎不受太阳干扰的基准线 特别有研究价值 有了这条基线 科学家就能更清楚地描绘出星际空间 真实的辐射环境 而这一点对未来任何打算飞出日球层 需要为宇航员设计防护方案的 载人任务来说都至关重要 航海者号的数据 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价值 就是它在悄悄告诉我们 一台航天器在几十年 甚至更长时间里 苟延残喘地活着 需要具备怎样的生存能力和设计思路 在过去的数十年中 这台探测器始终暴露在高能辐射 细小流星体不时撞击 以及远离太阳带来的极端严寒之下 就像一辆老车 在风吹雨打中坚持跑高速 即便环境如此苛刻 船上的多台科学仪器 还能断断续续保持运行 这一事实本身 就给未来要设计 更先进星际探测器的工程师 提供了一整套真实的实战反馈 从零件老化后 在高低温下有什么反应 到传感器灵敏度 这些年究竟下降了多少 航海者号本身 就像一台在真空中 持续进行的耐久性实验设备 一步步告诉我们 长期任务会遇到哪些问题 航海者号现在所处的位置 也给研究日球层 整体形状的各种理论 提供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测量点 让这些模型 不至于完全停留在纸上推算 有些科学模型认为 日球层像一条拖着长尾巴的彗星 有些则觉得它更像一个略微变形的球体 还有近年的观点提出 它可能是受磁场和等离子体共同作用 变成类似羊角面包那样弯曲的结构 就算航海者号的数据 还不足以一锤定音 告诉我们哪种模型 百分之百正确 但它至少提供了几个真实的锚点 可以用来排除那些 跟观测结果明显对不上的 假设 最后从航海者号飞得这么远 这件事本身 我们也能看出 航天器自我管理的能力 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 再也不能事事指望地面实时遥控 像这样一来一回 就要耗费好几个小时 甚至整整几天才能完成 一次沟通的探测器 根本不可能依赖地面工程师 随时盯着 随叫随到的 修正 他必须学会自己做 不少决定 正是这种现实压力 推动着科研人员 去开发更强大的自主控制系统 为未来那些 可能在几百年里 都飞在无人直接监控范围之外的 星际探测器 打好技术基础 信号往返 需要一昼夜这么长的延迟 对任务的日常操作 其实影响很大 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数字 而是实打实 左右决策节奏的限制条件 当一条简单的指令发出去 要花近一天才到探测器那 再等它执行完 回传确认信息 又得再等一天时 这种长达两天的沟通 往返就会让任何调整 显得异常缓慢 这迫使工程师在设计 每一步操作时都要提前盘算 尽量预判可能发生的错误 同时也要心里有数 一旦真出了问题 排查和修复的节奏 一定会非常慢 急不来 在这么遥远的距离上 哪怕只是确认一个小参数 改动一个简单设置 都可能要花上好几天来回沟通 决策效率跟近的轨道 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除了通信延迟 电力的限制同样在悄悄倒计时 直接决定这项任务还能活多久 随着内部度燃料一点点衰变 给航海者耗供电的放射性同位素 热电发电机会 每年都少掉一部分输出 整艘探测器就像一块 越来越难充满电的老电池 为了尽可能延长寿命 NASA已经不得不陆续关掉 一些耗电较大的仪器 把有限的电力优先留给 仍然能提供关键科学数据的那几台设备 终有一天 发电机的输出会低到 连基本的通信系统都带不动 那时航海者号就再也没法 把信号送回地球 等于在科学意义上彻底失声 大多数预测都认为 到了2030年代初期 我们也许还能偶尔收到 来自航海者一号的一点点信号 但频率会越来越低 内容也会越来越有限 除了当前这项任务本身 这个光日里程碑还在悄悄推动 科学界和工程界同心思考 如果我们真想在星际尺度上长期探索 该用什么全新的方式来设计探测器 未来的航海者后代 很可能需要比现在这种核电池 续命更久的动力方案 或者干脆换成星际帆微型反应堆 乃至其他能够在几百年时间里 保持稳定输出的长寿命技术 这些新一代探测器 还必须配备更加智能的自主导航系统 更强的机载计算能力 以及能在极端远距离上 仍然可靠工作的通信方案 而航海者号一路走来的真实经历和数据 就像一套宝贵的实战教材 为我们评估这些未来挑战 提供了少有的现实参考 而不是纯纸上谈兵 除此之外 航海者号身上还背负着 很强的文化和象征意味 它不只是一个冷冰冰的科学项目 航海者一号机身上装着一张著名的金唱片 里面精心录下了来自地球的问候 音乐和各种自然声音 像一个小小的宇宙档案核 替全人类带去一句 这里曾经有人来过 随着它一点点远离太阳系 它本身也逐渐变成一个 在星际中漂流的时间胶囊 里面封存的是20世纪末 人类文明的样貌 就算哪天它彻底失联 再也发不回任何信号 这份快照 仍然会静静地在宇宙中存在下去 而它离我们越来越远的这件事本身 也让这种象征变得更动人 仿佛整个人类悄悄伸出一只手 试探性地摸向银河深处 所以航海者一号 不只是一个科学仪器组合 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全人类 乃至整个人类物种 对外递出的名片 展望未来的漫长岁月 航海者一号 会继续朝着蛇伏座的方向缓缓飘去 沿着一条人类再也跟不上的轨迹前行 再过上几千年 它才有望抵达传说中的奥尔特云外源 那时它早就彻底沉默 与地球之间不会再有任何通信往来 只剩下当年出发的那点初衷 从这个更长远的时间尺度来看 我们今天津津乐道的一光日里程碑 其实也只是它漫长星际旅程中 众多小台阶里的其中一格而已 科学界也常常用航海者号的飞行轨迹来提醒自己 星际空间的尺度远远超出我们的直觉 不是一两代人的时间就能飞得很远的 哪怕航海者号以每小时数万公里的高速 一口气飞了将近50年 从整个银河系的鸟看视角来看 它和地球之间的那点距离 依然只是离家门口多迈出了一小步 这种换个尺度来看的思路 有助于我们理解未来升空任务 真正的难度 难的不是飞一次 而是在跨越巨大距离的同时 还要让一项工程稳定运转上百年甚至更久 远远超出任何个人的寿命 虽然这艘早已超零服役的老航天器 在各方面都有局限 但它还能在星际空间里继续飞行 本身就给了我们一个不断学习和总结的绝佳机会 它逼着任务规划人员不得不实打实地处理通信 延迟电力捉襟见肘 还有航天器在超远距离下 各种不按常理出牌的情况 这些都是真真实实发生过的案例 而不是实验室里的假设 这种从实际运行中得来的经验和教训 在电脑里很难完全模拟 但对将来那些注定要飞得更远 飞得更久的深空任务来说 却是价值极高的参考 航海者一号逐渐逼近一个光日的飞行距离 这其实也在悄悄标记着 人类的航天技术正迈入一个新的阶段 开始真正摸到星际探索的门槛 在它彻底沉默之前 航海者一号发回的最后那一批数据 仍然会长时间地被科学家翻来覆去地研究 继续影响和塑造我们对星际空间的认识 而当它在远处慢慢飘离 最终只是作为一小块金属在黑暗中前行时 它依然像一盏看不见的路标 默默提醒我们 人类的好奇心 原来可以被送到这么远 远到连光都要飞一天 人类的好奇心